看得出來華氏大概是從16年前正式 納入公館集團之後 應該是註下今天這個命運了 現在的華氏的身份 83%是所謂的公館集團 大概17%左右是民間職股 但這個又官又民 但是其實也不太官 也不夠民的結構情況之下 這些年我們看到華氏的紛爭 是不是都跟人事有關 有次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標準的社會記者的一個訓練 那他也非常願意吃苦 因為我是3D主持人 3D那個社會記者很強 對他有一個夜音小組 在3D剛開台的時候對不對 夜音小組左向披靡 大家大夜班不睡覺人超多 所以說到現在也是有夜班 小夜班大夜班也都有 那該有今天也該給 但是剛剛其實蔡委員 點到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現在的電視台記者的薪資水準 其實倒退到接近基本工資 如果完全沒有經驗的 剛畢業的大學生進這個媒體的話 倒退到基本工資量的水準而已了 當大家都在比低薪的時候 真的很難要求 有熱情投入媒體業 投入新聞界的這些心情學子們 能夠在這樣子這個相對 不夠優質 不夠有鼓勵性質的環境工作 他們能夠有什麼樣好的一個表現 這真的是一個蠻可惜的一個狀況 那有志我問一下 那你像三星半夜 起來去跑新聞 有獎金嗎 說實在的 你剛剛問薪水 我直接就直接報了 鼓竹姐那個時代不用講了 我直接說我的薪水結構已經是 他們那一代的大概降快一半了 降快一半 像我當到主管級 那個時候社會中心主長 這個社會中心 那個採訪中心副主任 我當過採訪中心副主任 我離開的時候薪水是11萬8千 很不錯囉 你付了一個主管的薪水 我已經是整個採訪中心第二大了 就是不算那些高階主管 以採訪中心副主任 然後這樣子的階級來講 我大概是中階主管 那其實我在上一代的 大概有 鼓竹姐應該有聽過 社會中心主任 財經中心主任 可以拿到15、6萬的 大概15萬的這種水準 那個是光榮的時代對不對 對 最好美好的年代 對 到我們大概升10萬 中心主管 中階主管大概升10萬 我不曉得 如果以秘魯委員 你們護理大概是什麼 位階我大概不知道 12級 12級 我們上面還有一級叫11級 我是大概可以帶12個記者 這種大概10萬 一個月10萬塊 但是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進三立 那時候認識郭主 郭主姐 大概是一個月25000 26000 剛入行的記者嗎 那個時候 對 我那時候大概25000 26000 但是 我們都是靠自己 應該翻得很快吧 對 我靠自己努力加薪 我那時候跟自己講 我一年要讓自己加1萬 真的很認真 非常認真 因為你靠加薪沒辦法 一定是挖腳 郭主姐 你家我們都是跳來跳去 對 就靠跳槽來為自己加薪 對 我們那個時代 因為有榮景 對 那現在呢 現在沒得跳槽 還是以跳槽為加薪的一個基準 基本上是啦 對 基本上是 但是呢 就如同友智剛剛提到的 現在薪水 以他這樣同樣 當年的一個位階來講 現在薪水一半吧 一半 可能就一半 中心主管大概6萬塊 對 一半 對 但聽到過6萬 過5萬的都算高薪了 對 現在在業界裡頭 算是高薪的 所以記者新手 我剛剛講 接近我們的基本工資嘛 2萬5 2萬6 2萬8 零經驗 是這樣起跳的 對 所以這個真的 很多 我們在學校教書 對很多的新聞系的孩子 也說 那真的不如歸去 他如果做實行的工作 搞不好拿的 不會比這個少 對 但是在天台當記者 一天工作 當班時間至少10小時 至少 像有志這麼認真 電話拿起來就接 那24小時都賣給的工作 那 那當記者要有什麼樣的人格特質 除了像有志這麼雞婆 這麼 這麼認真 要雞婆要認真 而且要衝第一線 那是什麼樣的性格的人 比較適合當記者 還是喜歡挖 挖別人的份啊 或者是比較喜歡八卦的事 嗯 還是專業 其實我發現有很多記者還是很專業 我常常因為我們最近在審那個立法院在審氣又變遷法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比如天下雜誌或者是原件的 他還是會跟我約來談一些很專業的一些問題 喔 氣又變遷法 裡頭的一些 耗水費啊 再生能源或者是這些碳費的之類的一些很專業 很專業的記者 我相信還是有嘛 對 對 在專業的媒體裡頭 像我們剛剛 比如說蔡委員您提到的天下遠見 這是非常專業的雜誌 這樣的專業型的雜誌 他做的就是深度報導 所以他們的記者養成跟要求 跟電視台又不一樣 那電視台每天每一節的新聞叫daily news 中午結一次稿 晚上結一次稿 每天為了這個daily news 兩次的結稿在奮戰 不管一天他跑兩則三則或四則 他非常快速要有結果出來的 所以現在會覺得媒體業 特別是電視新聞記者 蠻像所謂勞工階級的朋友了 大概是這個階級的這個工作形態了 確實不太一樣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能夠像剛剛提到那樣 可以談氣候變遷 可以談那個碳排放的這樣問題 這樣我想在電視台記者很難有機會去談到這 因為他們也沒有機會去 可是電視台的記者 他們又會常常講說 他們採訪回去 那個標題也不是他下的 標題不是他下的 那標題是誰下的 應該問國竹 應該是說 現在記者都被要求要自己下標 記者新聞自己要下標 可是這個標下下去之後呢 我們在審稿的過程 主管一定會改 參考標 對他會改 所以到最後播出那個未必是他的 未必是他下的 所以但是最後的會寫說 這個堂國豬羅友誌報道 那如果出問題就算在我們兩頭上 哈哈哈哈 所以出了問題算你們的 然後那個標就是 是編輯還是上面有個總編輯嗎 還是有個什麼樣的 嗯 民間電視台的那個編輯不太一樣 不一定有總編輯 但是自己下完標 自己的這組的主管會看 然後再往上送 那往上送過程當中 可能採訪中的主管會看 然後到編輯台 編輯台系統 裡頭的編輯們也會看 但是呢 越高階的主管 應該也都有修改的權利 所以如果他在最後一刻 on air這條新聞被播出 之前他覺得要調整 他也還在那裡調整的話 那最後是誰改 可能會是新聞部首 越更加高階的主管改的 有時候記者可能搞 最後搞不清我的標是被誰改掉 他可能完全不清哪一個人改的 然後就播出去了 我知道秘魯委員 你想問的是華氏那個錯對不對 好我簡單解釋 國主姐我講不對你幫我修正 華氏那個一直錯 為什麼會這樣對不對 對 你們很多種疑問 他沒有double check 他沒有邊省 一直二省三省 在訂稿才可以上來 就像我們等一下那段要談護理師 我也必須要跨委員一樣 別人大概也不太知道 我們媒體的工作 說實在的 如果以我跟國主姐的那個角色 我們來看華氏犯的錯 我講那真的是不可思議 我只能說叫 不可思議 就就像你每次進去柯文哲的診間 每個都要上都要送急診一樣 你覺得可能嗎 那個機率太低了吧 進去五次 然後五次全部送急診 全部送加護病房 那你們這間整間就包起來了 我意思是說 我像國主姐講 我們有三省三極制 我們在記者寫稿下標參考標 然後記者一個 然後自己同才也可以做檢查 但是其實主要就是交給我 像我中階主管 中階主管上去那個採訪中心主任 那我們有邊採兩個系統 採完我剛講完採完再來給邊 邊呢又給小邊當節編輯 然後還有總編輯 然後最後再送附控 附控還有在關卡 總共有至少有九道關卡 最後還有一個總 怎麼可能會錯呢 而且那個國主姐那已經不是錯字的錯 也不是說 羅友誌熬國豬報導 熬國豬羅友誌報導 這種順序 也不是說熬國豬羅友誌寫成蔡壁如羅友誌 不是 他是整個 不可思議啊 那個是怎麼可能一路透過記者 譬如主編超過八九個人 然後連續犯錯 我只能說 整個華視沒有羅斯可言 不叫羅斯松 這連羅斯都沒有 然後整個崩塌以後 你才有可能幹出這種事 嗯 不過真的是從今天看出來 華視大概是從16年前 正式納入公館集團之後 應該是註下今天這個命運 哦對的 同意 為什麼 這個我比較好奇 就是說為什麼變成公館集團之後 他的水準還是他的 就沒有去這樣子嚴審 去嚴審他的一些編排了嗎 嗯 其實像剛有致提到那個三審三次 不管是九個關卡 八個關卡 或是五個關卡都好 我現在華視一定 每個關卡也都有這樣子的角色 存在 但這些角色存在的人 有沒有做好他該做的事 或是說這其中有可能 就算有九關 但是可能 因為他現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他趕快報紙剩其中三個 或剩其中四個 以至於今天會出事 但總的我怎麼會說呢 十六年級的註象他今天這個命運 因為現在的華視的身份呢 說八十二八十三%是所謂的公館集團 但大概十七%左右是民間事故 但這個又官又名 但是其實也不太官也不夠名的一個 結構的情況之下 十些年我們印象中看到華視的紛爭 是不是都跟人事有關 就是高階的人士 不管那個叫董事長 總經理副總經理 到現在有了一個五二新聞台 有了台檔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的紛爭 都來自於這些高官 所以對華視的同仁來講 我現在有一次可能也聽過 這件事情我們是替他們難過 這算是不可思議到一個很難過的地步 華視的內部的同仁們自己簡單歸結 這個結果是什麼 一個叫人力不足 因為他從一百六十個人要到 成為一個新聞台 他需要四百人 對 現在剛過一年 剛滿一年就出了這個六個包 對那這四百人補上了沒 那在一個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還有什麼 就是對他們來講肥貓太多 對 其實高官們都是來做 都是來做官 領高薪 他們可曾懂過整個新聞的直播流程 都沒有嗎 沒有 就是來領薪水的就對了 就是來當高官的 那這些高官怎麼來的 基本上就是因為他有百分之八十二 八十三的一個公廣集團的資金 我要誰來就誰來 是 他就變成是一個仇庸性質的安排 執政者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2000年到現在2022年 其實藍藍綠玉都執政過 但是都執政過 大家怎麼樣來把公廣集團 乃至於現在的華市的這些高階人士 當作自己的仇庸 或是派系的爭奪 結果就是如此 如果聽眾捧就回想華市的相關人士的分爭 你去搜尋一下大概都是這些問題 請問葡主姐 有哪一個是專業媒體人當上總經理董事長的 有幾乎這16年來 嗯幾乎是沒有我叫不出來 華市呢 嗯對 16年來都沒有一個人專業 你可以相信嗎 台大急診室主任 從來不是醫生 你像不相信 對就是這個意思 不夠專業他怎麼敢進去啊 台灣就是這樣 台灣就這樣 反正就有錢拿就好了 對因為政治任命 對政治任命 然後他有還有 呃這個黨執政 他裡頭還有派系要去搶奪 哦對 嗯 所以他不只是一個誰執政的 哪個政黨執政的問題 這個政黨執政那個政黨執政 裡頭還有派系要去搶奪這個位置 當大家都只是當成是一個爭官 好不管這個位置來後 然後這裡可以做很多的運用 有媒體就有影響力 台灣每兩年要選舉一次 結果最後結果就會變 大家為什麼要搶 搶到了話語權 接下來對自己這個黨 或對這個派系選舉 就能夠造成影響 所以這裡頭先搶比較重要 而且我在決定權的位置的時候 下面新聞怎麼做 我只要說 我要如有志的新聞 先說他好 明天我說不行 蔡壁如最近一直在罵我們的NCC 不行 我要打蔡壁如 他就會這樣走了 他新聞頭上就歪掉了 壁如你相信嗎 嗯 我真的這個我相信 國主節講的是句句實話 國主節很資深 我絕對是相信他 很可怕 但是我在想說我們很多那個公家的機關都要民營化這件事情 然後難道在電視台在比如說在廣播節目裡頭沒有想要民營化這件事嗎 其實我覺得華視現在變成納入公網集團的過程 就是一個非常極其匪夷所思也吊詭 但是也是非常可惜的 黨政軍退出三才 我相信有志跟我們那個年代 我入行年代就是鄧好英解言之後 所以百花齊放 然後誰在喊黨政軍要退出三才 民進黨 民進黨啊 對 但是我們整個公網集團特別是華視 當初是教育部跟國防部 對應該看來他就是所謂跟政府是最有關聯性的一個電視台 對就是政府好 那黨政軍退出三才 在華視可曾退出 沒有 沒有 從來沒有 對 因為他將近17%的這個民股成分 你要嘛就共網集團的存款買走好了 他全部真真實實完完全納入公廣集團 但是不買 這個就是偉大不掉的問題 掛了16年了 有道理 好 對 但是呢有了83%左右的公廣集團 他們在這裡呢 執政者就會一直在這裡做很高階人士的一個安插 這就是黨政軍完全沒有退出公廣集團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喊了要退出 但是現在華視的下場就是沒有退出 而且成為執政者的主上肉的情況之下 於是今天出現連出六包 我預期這個包才會出 蛤 蛤 他們是 這真的能力不夠還是 對 目前了解到了 確實是能力不夠 能力真的是不足 那像有一次我們一個新聞部好了 基本上從政治組啊 社會組啊 財經組 生活組 記者大概就快70個了 到國際組 你知道現在華視有多少人嗎 不知道 我算過 因為我這幾天 因為今天節目我做了準備 特別去詢問了一下 大家起來 我剛講這 我們剛講那六個組別 大家不到70的一半 30幾個 對 撐一節的新聞 不是撐一節 撐一整天 整天 整天 每天還有人要放假 因為週休二日哦 大家 更多精彩節目內容 歡迎上到 YT搜尋 中廣新聞網 記得幫我們 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節目資訊哦 Vielen 更多田 我們把我們贏堅 決定 入口 買 更多 掉